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报名 这句话里面说的是胡塞武装的导弹 在美国海军卡尼号七周舰眼皮底下 击中了美国的游轮 看来是不是宙斯顿已经破防了呢 一门胡塞武装袭击 路过曼德海峡的各个商船 引发的红海危机 已经持续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虽然美英联军已经在一周前开始 对胡塞武装的地面目标 发动了多轮的攻击 西方媒体称已经摧毁了 大量的胡塞武装的雷达和导弹发射装置 但是胡塞武装袭击商船的行动 并没有任何的减少 正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所说的那样 因美假借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 而发动了武装攻击 只会恶化中东的形势 而不会取得任何的效果 胡塞武装最新的一次袭击 发生在上周五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公告说 当地时间下午 胡塞武装向在亚丁王航行的 美国海军阿里伯克起驱逐舰卡尼号 发射了一枚反舰弹道导弹 被卡尼号驱逐舰发射的防空导弹击落 没有人员伤亡 在差不多同一时间 英国海上贸易运营部发布公告 说他们已经收到了一艘英国邮轮 马林罗安达号 被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击中 并起火的报告 事发的地点也在亚丁王 胡塞武装事后发布声明 说他们使用了一些合适的导弹 击中了英国的邮轮 目前网络上已经有了这台邮轮的船员 和路过的船只拍摄了大量的视频和照片 表明邮轮确实是被击中起火 这两起事件放到一起 就让人怀疑美国护航军舰所起的作用了 美军参与护航的主力战舰 是几条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 装备的宙斯顿防空系统 一向被西方媒体吹嘘得神乎其声 但近一个月的鸿海危机表明 宙斯顿系统并非牢不可破 虽然美国军舰也确实击落了 大量莱希的导弹和无人机 到目前为止 自身也并没有受到什么损伤 但是被他们保护的商船 却确实已经有好几条 被胡塞武装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 或者是导弹击中 有人可能会说 这可能是因为美国军舰 并没有用全力来保护商船 而是在全力的保护自己 因此并不能说明宙斯顿系统不行 那好吧 要么是美国人人品不行 要么那就是宙斯顿系统的性能不行 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 美国中央司令部宣称 卡尼号七桌舰这次预袭 是胡塞武装第一次直接 针对美国军舰进行的袭击 也就是说 在过去的这一个月中 美国军舰十几次拦截莱希的导弹 或自杀无人机的案例 都是为了保护商船 这说明也确实有漏网的武器击中的商船 要知道胡塞武装使用的武器 并不是什么很高档货 一些自杀的无人机 据称成本只有2000美元 目前发现的胡塞武装使用的 最贵的自杀无人机 是伊朗的沙西德136 也就是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 大量使用的那种小摩托 而导弹基本上是伊朗制造的 进程固体燃料弹道导弹 采用光电红外导引头 弹头和弹体是不能分离的 和几十年前的飞毛腿并没有什么大差 十分容易被探测和击中 而这些导弹的成本 往多里说也就是几十万美元量级 现代舰载防空系统 本来就应该十分容易 拦截这样一些过时的武器的 美金货航的表现 它暴露出另外一个问题 即美金并不愿意冒险 让莱希的武器飞进了之后 使用舰上的中近程防空导弹进行拦截 更不愿意用密集阵近防炮进行拦截 而是宁愿发射昂贵的远程导弹 把这些莱希的武器击落在远处 最好是击落在刚起飞的 胡塞武装控制着领土的上空 目前胡塞武装已经发布了一些 美军导弹地面残骸的照片 基本判定美国军舰发射的是 标准二和标准六这样一些防空导弹 目前标准二防空导弹的价格 大约是200万美元一发 标准六防空导弹的价格 大约是430万美元一发 拿如此昂贵的导弹 能拦截胡塞武装的廉价武器 在经济上是完全不合散的 美国的一些媒体和智慧已经指出来 目前美金的护航模式是完全不可持续的 这也是美国急于空袭胡塞武装 以图让他们收手的原因之一 却完全没有达到目标 上周六沙利文又万里迢迢 跑到泰国去见中国的外长王毅 要求中国帮忙烧化 让胡塞武装停止袭击红海商团 我们会帮忙吗 我们说话胡塞武装会听吗 这都得让时间来验证 另外网上还有人说 美国周四定舰 已经拦截了胡塞武装的 大量的反舰弹道导弹 证明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 也没什么用 我们的东风21D和东风26和胡塞武装 这种山寨的导弹能相提并论吗 我们的反舰弹道导弹 弹头和弹体是能够分离的 再入大气层以后的速度 要比进程导弹快得多 不是那么容易拦截的 如果我们使用东风17量的 弹道不可预测的高超音色导弹 那美军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拦截方式 所以宙斯顿有什么可怕的呢 美国的宙斯顿已经有些过时了 好 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 这条件是想法文章第10 слова 你那个阻碍只是一直以为 旺斯顿的经典 在靠近的年袁 你们常认真目練 我你去看看 我知道 这一段 我们侵即可